美女朋友大家好 好 台北轉運站是台北市最重要的交通樞紐 台北轉運站於十年前的8月19日開幕資金剛建滿 第一個十年 營運初期遇到很多的難題 我們萬達通公司都團隊一一的黑客戶 創造了現代化舒適的燈車環境及優質的場站服務 也在一百年度及一百零七年度兩度獲得最高榮譽的基因典範的金破獎 近年來資源豐富了高鐵台鐵推出的各項優惠活動及電子化的車證 至於這一年來 我們統計 減少了人流量及車流量 已經將近一成 且客運業者流量及能力成本不斷提高 客運業者經營日益兼新 身為國道業者夥伴的萬達通公司 在勇於創新的恩生生集團推動下 投入上億元的資金能力 還挖了國道客運行動售票平台 這個平台名字叫台北載送站TBSAPP TBS提供了旅客一個嶄新的服務 旅客透過TBS就可以查詢班次 購票並完成登車手續 不需要再浪費時間提早來排隊 我們有信心可以讓旅客回流到臺北整天站 TBS提供客運業者全隔各地的旅客訂票指訊 客運業者可以更可算的調度全省的車輛 有效的利用資源降低理論成本 TBS可以提供政府理論大書記 作為將來規劃全國交通政策的參考意義 TBS理課、創造理課、客運及政府的三營 我們感謝統原、阿羅哈、葛馬蘭、核心 三營客院和我們核光客院民權電腦的配合 也感謝經濟部工業局的交通部各機關主管的指導 以及經費的輔助 台北整天站一路走來 受到國內外交通主管機關的肯定 更獲得兩次經濟典範的進貨獎 但萬達中全力同仁不曾以此為滿足 反而更時刻提醒應該要與客運業者成為更緊密的國外關係 提供便捷安全舒適的服務給全國主客 在台北短片站邁向第二十年的此刻 萬達中公司將攜手國道客運業者展開國道客運2.0 讓與客感受TBS帶來嶄新理論生活的體驗 讓我們共同創造美好的新未來 謝謝大家 祝大家的身體健康 謝謝大家